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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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我发现你们的棋楼 棋楼全部堵塞了 找不到棋楼堵塞的很厉害 有的纯粹就是干了 那些 现在就在找之前 找不到的 我感觉不到 你就先列这个棋楼 先列呢就是 就是排着腿坐在这 就是一般都是排着腿 我这个排不起来了 但是我 我这个 我这个 排着腿坐在桌子上的时候 一念就注意在这 腰这一块 腰跟肾这一块 腰肾 腰跟肾就是 以棋楼为平面 知道吧 棋楼是个平面 加盟把它做为一个平面 然后呢 就是 上面不斗 就是只是 以这个平面平摇 就是这个有一条线 在这个平面上 就是摇 知道吧 平摆 摆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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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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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左右摆完前后摆 不是钻区啊 是摆 每边前后摆动知道吧 就是在七龙 平面摆动 人也动 但是你意念就在腰肾这个部位 不是上下不要晃 你上下也晃 但是你上升一点不晃也不可能 但是你的意念就在腰肾这一块 你七龙就是一桥直线前后 那桥直线前后摇 前后摆 就是一个平面前后一桥直线 这样子摆 然后好了前后左右 这不是都晃了 然后侧面摆 不是这个角度 这个膝盖这个角度 就是这个角度 就是一桥直线然后让它晃在里面 然后这边再晃 就是每个斜角 知道吧 但是斜后左右斜 倾斜 插这样子晃 晃 晃完了还有一个啊 从侧面开始 左侧 在你的腰肾这个浮腔里面 立起转圈 知道吧 就在这个就在这个范围之内啊 不在缺 你在这个腹腔里面 哎 立着转圈圈 知道了吗 里面有一个缺是立起来转的 知道吧 但是意念一定要在腰股胜这个部位 然后再改成这个倾斜角 立起转圈 知道吧 就动这个棋楼这一块 知道吧 因为气脉堵了 知道吧 每天就这样锻炼 每天 然后很快这一块就会热起来 然后慢慢再找起点 你的棋楼就可以打 开始就可以 可以慢慢的 就是有些气脉就可以打开了 不要不要这样子转啊 不要这样子转圈圈 平摆 知道吧 平摆 前后摆 左右摆 歇车面摆 哎 但是这个角度啊 这些自己自己把握 腰肾 就是锻炼腰股肾 就是这一块 然后一起路为 然后上边可以挺紧的 但是主要意念手 再腰股肾 这个腰这一块 然后你说转圈圈 我侧面转 转圈啊 侧面转了 正面转了 我觉得我前后也想转个圈圈 那你前后哎 但是而且不要 不要这样 上边不动 就是就是在扶腔 就是腰肾 里边转 就是里边 哎 这样子 就只是这一间 这样就好 很快就会热起来 哎 这样子休息 这样子休一段时间以后 你再找 因为有些脉就不通了 慢慢的一些很慢的平摆啊 在 啊 就是在这个旗路这平摆 身子不要晃啊 你们不要晃肩膀 身子尽量的少度 就是腰 知道吧 幅度也不要太大 就在里边折腾 嗯 野猪子就不用这边这边这边啊 我真是不可以吗 就是一年半 你们自己去把握啊 也不用头跟着腰 野猪子也转 然后牙也上下腰 哈哈哈哈 这是我的见 就是腰骨肾 腰肾啊 重点在腰骨肾这一块 然后以旗路为平面摆 前后摆 左右摆 侧面摆 就是一个平面 那个直线 过来 过来 应该热了吧 慧喜不要晃肩膀 就是腰 不要这样 这样很舒服 会睡着的 就是腰 它幅度可能不会很大 就是腰 你们的腰隔垮很僵硬的去 平时因为这一块很难锻炼到 我们的腰隔垮一般很僵硬 就在腰里边平摆 那个幅度不用摆得太大也可以 但是自己知道有一条线 摆过有一条线 这样子过来过来 有时候不太标准也行 但是意念守在腰肾 就腰肾这一块就行了 还有左侧画立圆 右侧这个侧面 侧面这个角度画立圆 然后这样子的角度画立圆 再浮腔画一个立体的圆 至于说你在哪个角度 还想动一动自己夹了 反正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就是用动齐笼的 专门用动齐笼的 热了没有? 热了吧? 这个应该很快热 但是它这个热是 不说了你热了就行了 但是这样热了 就每天锻炼每天锻炼知道吧 有一天你一年一往那块熟 那块就开始放光热了 对就很容易嘛 因为你们开始这一块是 接住了嘛 算你热了没? 热了没? 热了 哎呀眼睛灯的那么大 你用动腰 都盘着腿 你盘不上 因为我从这里开始 盘着下面去 谁说呢 你下面你堵了嘛 都晒了 你一七楼就平摆 平摇 你不要晃 也不要转圈圈 你就是平摇 就是平摇 就是腰肾这部位 平摇 就是一七楼就摇 前后摇 左右摇 侧面摇 然后侧面转圈 前后转圈等等 就训练这一块 这个很容易热的 能够热了吗? 你热不热? 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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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热了 你也热了 你也热了 这个 真的热了吗? 还没 没有 他眼圈红 他眼圈红 这个对你脾胃很有帮助的 这个对你脾胃很有帮助的 对 挺有感情的 就左右肥 热了 那些传统还很通胖 你就这样喝晃油 但是不是绳子摇 不要这样子摇 也不要这样子摇 或者不要这样子转 这样子效果就没有摆 摆好一点 哦 你放松 蹦那么紧干啥 而且还可以 我是说百灵了 嗯 嗯 一年 百灵脑子里边 确实有点散 嗯 你本人好好的一年守在呢 嗯 啥也不大回事 瞎边呢 那就慢慢就软了 嗯 因为我们的腰阁这一块 垮着僵嘛 所以刚开始这个可能就是比较 嗯 你为什么不说 不让那个转着圈儿养我们 啊 那个很容易就是 就是 散 其实就是 你觉得那样的人 你就转着圈 不好 哦 就是幅度越小 有时候越慢 越容易热 就是容易守住嘛 我发现 如果要转起来 是不是就 身体不用动 不用动了 你的里面要是一直关下 哦 如果你自己转起来 你就不要管它了 但是你开始摇 你就是轻轻地摇 你就容易专注 你知道吧 你有时候脑子不管它了 它就不动了 你知道吗 你就这毛病 你就不想动 你就要 你就摇着 你就专注在那个摇上就行了 嗯 你就是美女有违法嘛 没练成的就开始又无尾了 哎呀我都转起来 不管它了 大脑一片空白 让它转吧 这个不行 要 要一摇慢慢里边 腹腔里边就很热 不行 然后 然后 如果很热完 的时候 吐 吐口气 然后深呼吸 有时候 因为它有时候 有的人 腹腔有湿气嘛 它就湿热嘛 如果在情绪一波多 它就把那个湿热 就憋在里边 就你可以通过 瞧呼吸 深呼吸 吐气 来来清理自己这些东西 自己 这个是自己把握 自己需要拖就拖 谁需要是呼吸一下 就呼吸一下 把它调顺 把那种气啊 热气啊 调顺 不需要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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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